他遠紅外線那個罩一罩 那個幫助大嗎 也是有 因為他可以增加這個膝蓋的血液循環 有助於這個裡面的一些軟組織 或修復會有幫助 因為像我老公也是 大家認識的人都知道他很愛運動 所以他常常會找我去跑步啊 騎腳踏車 他的 muscle 很誇張 他老公 對 很愛運動 所以他常常找我去跑步 騎腳踏車我都會跟著去 那有一陣子我也是發現 我的膝蓋怎麼越來越痛 然後已經會有咔咔聲的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說已經拖位了 然後可是我就自己還是一樣用護膝 然後貼膏藥 然後再陪他喔 對 還是陪他繼續跑 繼續騎腳踏車 你看這一次我接受 好傻喔 像你老公跟潘若迪認識 讓他們去那裡就好了 也可以 真的 可憐了 然後自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開始在喝那個 就當保養用 然後看會不會好一點 有沒有舒緩一點 我不知道 我後來有聽說 都是糖分而已 剛剛講到那個葡萄糖胺這個東西 我之前其實長久有喝了 真的 可是我真的還滿受不了那個味道 我個人啦 而且很鹹 有的很鹹 真的很鹹 後來我就有問 他們就說因為那裡面含那個鹽 就是鈉含量其實還滿高的 那因為我媽媽她從以前就是那種膝蓋 因為她比較肥胖 所以呢 那她就長期就有在用 那什麼紅 遠紅外線我也買過 去年的那個過年 我就送她那個遠紅外線 哇 花了我還滿多錢 她照一說她只是說 就當暖爐這樣 拿過來我家嗎 沒有 後來我就發現我今年呢 過年我就決定送她 因為我發現到一個比較好用的東西 我介紹給你用 這個滿好的 幹嘛給乳液啊 是叉的 葡萄的 葡萄盒 因為你現在要 你是不是聽到叉的 你就覺得很有很厲害的感覺 對 然後我會去買她的原因是因為 我兒子在打球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他因為做完重量 他的膝蓋呢就開始會痛 你要叫他趕快保養 對 然後呢 再加上我就是長期因為穿高跟鞋 醫生跟我講說因為損壞 他就說那你可能要去就是 去那個復健 對 去做一些這些東西 然後就到那邊 復健科醫生說 其實你在藥房 然後他們自己診所也有賣了 就說有這個東西 你要不要試試看 不用吃 因為我們比我們家小孩 吃東西很難 然後我就建議說 我老公你也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媽媽我也叫他擦擦看 這樣子 對 我跟妳講 我們擦在 妳說妳看 不是擦在骨頭上面 他是要擦在那個骨頭跟骨頭中間 因為他們家很厲害 是喔 要不起來 對 骨頭就是骨頭中間這種就是 對 它有一個縫縫 你知道為什麼要擦在那個地方 它有一個很高的那種滲透力 它才能吸收進去 是喔 不然妳要用吃的啊 不會涼涼 是不是 還好啊 對不對 然後好像就是一般乳液這樣 因為太涼的時候 我老公跟我小孩都不願意擦 因為他們覺得太冷了 對 所以我擦下去就不會 然後一天我就是早晚給他擦兩次 那擦下去就是要按摩 稍微按摩一下 好嗎 我用擦那麼多啊 好 其實蠻舒服的耶 而且味道這聞起來不會說 是不是 它就是一個薄荷 妳們聞聞看又聞看 可是沒有擦起來亮亮的 然後呢我要講就是說它的功效是 使用之後呢 對 我知道我這個人用東西一定要試驗的 對 我有長期的那個叫做媽媽手 就是所謂的網球走 嗯 那我另外一個好朋友 幾乎天天跟我膩在一起的人 他就是因為每天打毛線 他也就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叫做什麼 關節的理防都已經磨損 然後我們去 我們兩個就揪了去打一針 嗯 也不多七八千塊的那種針 就是讓他 因為我們連舉都舉不起來 你知道嗎 那剛開始是有改善了 可是改善之後 他說你要繼續去做復健 所以就好復健科醫生之後 他就介紹說 欸這有一個很大的藥廠 因為他其實是藥廠做的 對 他說藥廠做的 他說品質可以信賴 你要不要用用看 他說你可以不用吃 因為他知道我不愛吃藥 嗯 而且他沒有含那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試試看了 我就用來擦給他們看 就擦了之後 大概四周左右 嗯 我那個朋友 打毛線的那個 當然我就要停止打毛線 他就不用再吃指控藥 舒緩 對舒緩 還是會酸 可是就是說 因為他在持續做復健當中 再加上這個一天兩次 然後我老公的部分 是因為他長期的打高爾夫球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覺得很舒服 嗯 那兒子的部分現在是保養 反正我們現在 全家耶 全家動員 沒有 因為我覺得不用吃嘛 嗯 可是大家都知道葡萄糖胺嘛 對不對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對這個吸關節會有幫助呢 葡萄糖胺是一個先驅物質 它幫助我們什麼 這是我們的一個吸關節 嗯 那這個看到骨頭 白色是骨頭 對 那個藍色的部分就是我們的軟骨 嗯 葡萄糖胺第一個作用就是幫助我們這個軟骨的健康 嗯 讓它能夠繼續保持它的彈性跟厚度 如果它的厚度越來越薄了 你的膝蓋當然這個關節 骨頭跟骨頭就開始容易摩擦 就開始磨損 第二個這個範圍叫關節腔 這裡面的東西就叫 哦 所以那個打針是直接打玻尿酸進去 哦 你想想看這要打多深會多痛啊 真的很痛 對 那不便宜 醫生會有個問題常請問 像我一般如果是喝那個葡萄糖胺 是不是喝到肚子裡面 然後讓它消化 然後才跑到我的膝蓋 它也不會乖乖跑到膝蓋 它是跑到全身 全身 那所以如果我用這個擦 因為他們家是標榜就是高滲透力 嗯 然後如果擦它是直接吸收會比較快 對 所以擦的那個位置很重要 擦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地方會比較薄 對 有凹陷的地方 比較容易進去 對 對 對 它的皮下吸收效果會比較好 對 原來喔 對 然後葡萄糖胺 可以幫助我們這個 玻尿酸的形成 所以整個關節腔這個關節液 會比較充足一些 還可以幫助玻尿酸的形成 對 就在各個關節的這個部分 所以它是比較容易不會 所以它沒有分年齡是不是這樣 沒有分年齡 就我兒子十幾歲現在在打球 就是我也一直要給它保養 對 它就跟我們在純骨本一樣啊 事實上平常都可以擦 所以它是跟那個酸痛藥膏也不一樣對不對 不一樣 不一樣 反過來說不舒服就酸痛藥膏就變了 可是有些藥膏不能長期貼 對 而且它只是表面肌肉法 酸痛藥膏是因為它有消炎成分 對 其實它是一種藥物 它是藥物 對 而且它是比較表層的 通常都是用在肌肉的部分 所以你關節痛你要去區分 真的是關節的問題 還是它周圍的肌肉在痛 周圍的肌肉痛 你應該是貼酸痛藥不是OK的 可是關節真的問題 你缺貼那個酸痛藥不 那等於是你擦那個很強的薄荷膏就好 涼涼的感覺一下過去又繼續痛 對 另外你說葡萄糖藍 之前我們在買的時候都會強調說 它的濃度要多高之多高 那這個到底我要怎麼看呢 是照濃度越高越好還是怎麼樣 當然不是 濃度越高 基本上人體不吸收 我要代謝掉或甚至造成人體的負擔 所以現在有研究指出 那個紋線裡面指這個 百分之十的這個黃金比例 對 只要百分之十的黃金比例用插的進去 你的吸收率是最高的 也不會浪費掉 所以這是最經濟划算的一種方式 所以任何關節的部位只要不舒服 對 只要關節的部分都可以 覺得是疼痛的話都可以 對 關節 如果你是比如說手背這邊痛 這不是這不是骨頭痛 對 這是肌肉痛 所以你可能要做其他的處理 所以插的好處我覺得是這樣 剛剛Jerry姐有講到嗎 因為 就是說如果你是用喝的 第一個你看每個人 他主觀性的口感 他要不要喝 他也是要出門 在外上班 出差 旅遊 其實他整罐 你一條帶著很方便 那如果你要帶那一大瓶 其實他不太能夠分裝 好 高醫師 那如果說另外一半 這個比如說他膝蓋或關節 這個磨損不舒服 那你們中醫應該怎麼辦 其實剛剛講我們可以教大家 兩個簡單的穴位按摩